今年的夏天有多热 睡个觉夫妻俩都能联到一起 老年人直接躺进平时间避暑 40多度的高温 感觉一切都要融化了 学校打开了空调 就连逃课多年的孩子都出现了 满味大爷把空调开到最低 每家每户一是如此 这导致用电量迅速飙升 只要再增加一点用电 全市就面临断电的风险 辛普森一家靠着一台风扇降温 大黄想为家人增添点氛围 发电厂过载停止供电 没有交通信号灯 导致莱尼撞进了超市 防盗警报竟然没响 随即大家把商场洗劫一空 不仅如此 街上所有店铺无一幸免 这时警长赶来 由于他忘带手枪 被暴徒们围攻 老百姓投诉警察局都无能 市长表示 大家可以自行成立武装力量 随即大黄创建了安保公司 还在电视上打了广告 他们诚恶扬善 很快便受到镇上人的追捧 另一边 警长还悠闲的玩耍 市长一气之下撕掉了他的警徽 宣布将执法权移交给大黄安保公司 兴奋的老毛子把赌博机全都拿了出来 大黄有些膨胀 竟打击了唐山的黑帮 对方放出狠话 要在24小时之内解决掉大黄 气愤的大黄向镇上人求助 可大家都不想卷入这场生死之战 大黄找同伴帮忙 他们宁可把自己关在监狱 与此同时 唐山黑帮找来一群亡命之徒 来到辛普森一家的住处 大黄跟孩子们道别 孤身一人出门迎战 黑帮成员掏出手枪 七个人连成一排 大黄从容面对 气愤降至冰点 不知从哪里开的枪 可却不见人的踪影 又是连发四枪 黑帮和杀手全部中枪倒地 大黄死里逃生 他认为有更好的人保护百姓 并把警徽归还给警长 可枪也不是他开的 随着画面上升 原来小麦才是背后的守护天使 注意看 这个女人化身夜王 竞顶着恶龙烈焰前行 甚至召唤出魔法师 引来哈利波特的校长邓布利多 在魔法王国 辛普森一家作为最底层人民 他们喝的是清水汤 如果饿极了 连救世主三眼乌鸦都炖了吃肉 突然一个骑士冲了进来 只因他们的毛舍挡路了 侯墨立即上前亲吻马蹄道歉 马还嫌弃的擦了擦 随机又把房子撞出一个窟窿 家里只有喉沫最乐观 即便他身患严重的炮疹 这时地精豪四月巴特出去玩 马基也想看看老妈的新养老院 一家人来到蜘蛛森林 老人们都被困在蛛丝里 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马基意外发现老妈的手变得又冰又凉 小丑被确诊得了穷性病菌 轮到马基带着老妈来看病 医生一眼就看出是剑洞致死症 她肯定被冰刑者咬过 这都怪单身了千年的夜晚 爱上比自己小九百岁的女孩 老妈只能再活一周 除非买下温火护身符 马基问老公家里有多少储蓄 现在家里能卖的只有一头猪 和一个会说话的交快 可侯莫却不赞成 下一秒就被扫地出门 马基真后悔当初没嫁给同胞哥哥 如果侯莫赚不到钱 那就等着戴小绿帽版 这个男人有多惨 为了救治生病的老母 不惜给恶魔打工 他请求魔王能预付泻工资 黄老板拿出他们的劳动成果 这种粉末能让富人长出无用的翅膀 所以他们就是白干 每当穷人走投无路之时 总有传教士劝人善良 而马基神之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随即便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侯莫没要来工资 无言面对妻子 这时丽莎把他拉进无人的巷子 使出深藏多年的炼金术 天生女巫体质的丽莎 瞬间将一个砖块点化成金 侯莫表示 有这等绝活为何不早说 因为贪婪的国王专抓巫师 强迫大家通灵出千里眼 可平庸的巫师只能召唤出百里鼻 另一边巴特和豪斯玩耍 他已经杀掉了一百个豪斯 带河递精的数量无穷无尽 终于马基给老妈带来希望 豪莫买下了温火护身符 而老妈却不想苟言谈喘 听到女儿声泪俱下的劝说 老妈还是戴上了护身符 作为庆祝 马基准备做一顿丰盛的霍比特人大餐 这时小丑被姑娘赶了出来 她还死不承认把病菌传给了对方 猴莫在享受霍比特人的大脚 突然空间划开一道裂缝 一个魔法师走了出来 衣柜里也出现一个 他们联手召唤出校长邓不利多 魔法协会掌握了充分证据 一道绿光将丽莎求进驻 猴莫上前阻止 却被脚趾缠绕树给困住 得知妹妹会魔法 巴特也捡起树枝 巫师们召唤出苦力车 还不忘还他们一个小孩 你敢相信吗 只因这个女孩会巫术 就要被魔法师掳走 强迫做些肮脏的事情 猴莫被自己的脚趾架困住 这是马基减过最恶心的东西 但总有不嫌弃的 猴莫在城市中心呼唤爱 王权贵族夺走了大家的财富 现在连孩子都不放过 大家必须武装起来 反抗这世界的霸权与不公 猴莫一呼百应 人们纷纷拿起武器 声势浩荡地向城堡发起总攻 但高大的城墙将大家拒之门外 这时森林里的树精们也申请出战 人们搭乘云梯开始攻城 交战异常激烈 女儿丽莎看到了希望 巴特只会豪斯军营营救妹妹 看到这些长得一样的地精 丽莎有些慌了 突然一道烈焰袭来 竟然是龙骑士在守护城堡 这时龙族后裔出现 但他的基因貌似不纯 龙心火焰势不可挡 起义军溃不成军 危急关头 老妈向女儿马骑道别 他扯下窩火护身符 瞬间化身为夜王 孤身一人走向敌军 恶龙一口烈焰吐息 老妈却安然无恙 恶龙深吸一口气 使出全力喷射火焰 老妈顶着地狱般的烈焰 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被剑洞之死证 感染的巨龙瞬间倒地 穷苦的底层人民获得胜利 丽莎也回到了家人身边 侯莫抱起女儿 向大家宣布 再也不用为金子发愁 可丽莎表示 龙是魔法的源泉 他们刚杀死的是世上最后一条龙 紧接着 有魔法的生物也随之消失 从今以后 主宰世界的僵尸科学 巨龙被抢救回来 消失的人们也回归了 这时巨龙正在烧掉他们的村庄 侯莫庆幸 有魔法的世界才有真爱 这个女孩有多惨 哥哥竟变成蜘蛛将其缠住 甚至逼他跟男友近年夜洞房 一大早 辛普森一家门口就在施工 原来是里在建邮票博物馆 周围的邻居集体抗议 侯莫把自己绑在推土机上 巴特也抱着失死如归的觉悟 可操作员却没惯着他 马基偷偷搞点小动作 竟连车带人一起乍翻 邻居们大获全胜 由于构造简单 很快便建成竣工 丽莎的房间正对着墓地 巴特还要下妹妹 丽莎越想越怕 甚至一只猫都把他吓得抱头鼠窜 丽莎希望去牵走的博物馆散散心 侯莫找停车场 没想到这里是同事来你的家 由于沾了博物馆的光 他近一夜暴富 不仅在肚脐上镶了钻 还卖起了自来水 一家人在博物馆逛了一天 丽莎买了本书回去看 竟发现有人在墓地大买活人 吓得丽莎瑟瑟发抖 爸妈告诉他没啥可怕的 不幸晚上换房间睡 丽莎不明白巴特为啥不怕 因为他的赛车床最近刹车坏了 第二天侯莫夫妇去咨询心理医生 从小到大丽莎都很独立 就连尿不湿都自己换 医生表示他有个疗法 只需四千元 都说恐惧来自于恐惧本身 丽莎决定以身犯险 他刚进墓地就有点后悔 就连狗子都离他而去 丽莎先是看到医生处理残肢 又被猫头鹰吓了一跳 躲进草丛里惊起一群蝙蝠 它被石头绊倒 摔晕了过去 梦里它被奶奶吃掉 又粘到哥哥支的蜘蛛网上 豪斯用鼻涕为他盖了间房子 吓得丽莎继续坠落 一群怪物从草里钻出 当他近距离看时 觉得并不可怕 原来是他从博物馆 买的书给他的起发 再聪明的人也会害怕 虎莫向上帝祈祷 如果女儿醒来 就给他买披小马鞠 Nepony This is still part of your dream Dreaming Dreaming Now you're awake